把那最奇怪的他的脚 左脚那个是六个脚趾 从正面看好像没有 就说是太监墓 北京市井山 京县伪小宝墓 专家开启棺果后 一阵刺鼻的味道传来 紧接着在场的考古人员发现 墓主人居然是一具 没有下体的干尸 更令人震撼的是 他竟然穿着龙袍下脏 而头发却是典型的明朝发病 难不成这里躺着的 是伪小宝 随着调查的深入 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出现了 墓主人衣服上的品级 居然比皇帝还要高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2006年 位于北京市井山的某处工地 发掘出了一具棺果 起初考古人员以为 这不过是一场普通的发掘 可谁料盖板打开后 却惊现一具清朝干尸 五官清晰四肢干瘦 身上的衣服一一声灰 一层裹着一层 仔细一看 居然是传说中的龙袍 为了弄清楚这件衣服的真假 考古队特地请来了 北京的文物专家 在一切的甄别下 所有人都震惊的张大了嘴巴 只见这些金丝 质地细腻 编弓精致 每一根尖的距离不到0.1毫米 在灯光的衬托下 表面的龙鳞夺目耀眼 仿佛活了一般 事实证明 墓主人的身份一定不简单 顺着这条线索 考古队又对干尸 展开了地毯式的研究 下一秒 一位女研究员发现 墓主人居然长着六根脚趾 在显微镜下 可以清晰地看到 上面的纹理斑驳沧桑 虽历经数百年的侵蚀 依旧带着微弱的弹性 六根脚趾 众所周知 这是一种罕见的先天性变异 别说搁在今天了 就是放在华夏五千年的历史上 也是极为少见的 难不成墓主人有着超能力不成 就在众人百思不得其解释 一位老教授提出了猜测 这件龙袍 很可能是皇帝赏赐的 原来在明清时期 皇室常常靠着赏赐衣物 笼络官员的心 这其中最为熟知的 莫过于皇马挂了 他做工精致 通体金黄 按照清朝的规矩 最初只有领侍卫内大臣 护军统领级别的大人物 才配享有 可到了后代 渐渐地沦为了礼物 被用来赏给那些有功之臣了 结合干尸上那件麒麟补袍 众人推测 墓主人生前 大概是立下了什么汉马功劳 才获得了身着龙袍下葬的资格 可不料就在此时 一位研究员惊呼道 快看 袍子上的龙数量不对 这级别已经超过皇上了 把那最奇怪的他的脚 左脚的又是六个脚趾 从正面看好像没有 就说是太监墓 北京石井山惊现伟小宝墓 专家开启棺果后 一阵刺鼻的味道传来 紧接着各种离奇景象相继上演 先是干尸被爆出缺了下体 是一名太监 紧接着他身上的龙袍拥有了重大发现 上面的龙不仅威武霸气 而且各点各的全都是正龙图案 原来自八旗入主中原掌握天下后 曾立下了各种严苛的规定 大小官员间等级森严 王侯级别更是一点闪失都不能僭越 以日常穿着的服饰为例 王爷们即便权力再大 地位再尊 也只能穿蚌袍 也就是民间所谓的四爪龙 上面绣着山水浮云 每条龙的脚趾被规定不得超过五个 甚至为了维护皇家的霸权 还留下了一条颇为滑稽的做法 那些得到皇帝赏赐的王爷们 回家第一件事 不是把龙袍供起来 而是找来匠人 用钳子把上面的龙爪挑下了一只 以此证明自己没有犯上作乱之心 而关于这些龙的图案 清朝皇室也有着极为严酷的标准 双族微举 张牙舞爪的被称为正龙 一般绣在袍子的正反面 以彰显帝王的九五之尊 而下摆处往往绣着形龙样式的图案 配以锦绣山河 呈现出海燕和亲的样貌 由此正龙也成为了皇帝的代表 一般情况下 皇帝上朝的服饰 会绣有九条五爪金龙 可在牧主人的身上 却找到了十三条之多 更令人感到难以置信的是 除了腰间一枚二龙细珠土案 其余的龙全都是正龙造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难不成牧主人比皇帝还尊贵 把那最奇怪的他的脚 左脚的又是六个脚趾 从正面看好像没有 就说是太监牧 北京石井山惊现伪小宝木 专家开启棺果后 一阵刺鼻的味道传来 紧接着在场的考古人员震惊地发现 牧主人居然是一具没有下体的干尸 而且还身着龙袍下葬 带着疑惑专家仔细研究了那件价值不菲的龙袍 甚至证明上面的金线不仅出自皇室珍藏 而且连规格都远超普通诸侯 为了找到牧主人的真实身份 考古堆查阅了大量的文献 最终 官果上的一行红字 暴露了牧主人的信息 忠献大夫 错无皇宫之墓 翻译过来 就是清朝四品官员 皇处吴的领墓 顺着这条线索 皇宫的身世很快就找到了 原来此人生于明末清初 曾靠着十年寒窗的苦读 再朝为官 后来满人打进来后 因为治理有方 深受朝廷嘉奖 这才获得了那件价值万金的龙袍 可问题又来了 即便是皇上赏的 一个小小的四品官员 怎么可能穿十三条龙呢 难不成皇帝看走眼了 为了弄清楚当年的真相 专家组又查阅了青史稿 最终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答案 原来在满人入住中原后 相关的服饰规定还很混乱 当时皇帝赏赐的龙袍 皇马挂等常常标准不一 有的绣着五爪金龙 有的织着锦绣山河 直到康熙26年 朝廷颁布了严苛的服饰法 上述的乱象才得以遏制 由此专家推测 墓主人皇公应该生活在康熙26年 也就是公元1687年之前 由于为朝廷立下了赫赫战功 这才阴差阳错间 获得了这13条龙袍下葬的资格 从他身上穿着的麒麟补服 也能看出 皇公临死前一定特地嘱咐了 要把毕生的荣耀全都带到地下 在阴间继续耀武养威 但难题又来了 虽然龙袍的事解决了 可能明朝发病又该如何解释呢 众所周知 为了从骨子里剔除前朝余孽思想 清政府曾立下了 留发不留头的铁律 一个在朝四品官员 纵使是胆大包天 也不敢公然违抗朝廷命令吧 为了弄清楚这背后的秘密 专家组调来了职业的电子相机 五分钟后 皇宫的样貌得到了还原 通过对比各处细节 一切都水落石出了 原来牧主人所谓的发病 是辫子团起来的 由于临死前长期卧榻不起 他的头发疏于达里 直到下葬时 被挽在脑后成于棺果之中 而朝廷之所以不予追究 是因为对于死者 清政府追寻了生从死不从的旧力 换句话说 生前必须剃发戍变 至于死后晚不晚发病 是否用明朝发誓下葬 也就看个人夙愿了 虽然这并非伟小宝的目 但背后还是揭示了一段真相 在明末清初那段动荡的年代里 有许多像皇宫这样的前朝官员 骨子里为新政府卖命 但对于前朝还是念有旧情的 以至于死后捉发病下葬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不散